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Google Classroom的设定 我们再回到首页来好了 这样大家比较清楚点 当你进来以后呢 点选应用程式 对不对 再点选总栏 那刚刚我们有介绍过核心服务 我们刚设定过Google Classroom 接下来我们来点选 要设定什么 Google Meet Google Meet呢 做什么事情呢 好 这个各项要自己决定哦 当我们点进来以后 你看一下上面的路径 在应用程式的Workspace里面 Google Meet 预设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有智慧功能跟服务化展开来 好 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话呢 它有更好的弹性哦 它的Google Meet呢 可以有更强的功能 可以更改背景什么的 我们建议这边倒是可以把它打开来 OK吗 好了 我们先按储存好了 这地方先改一下 要不要打勾 开启Gmail 也可以使用这个 Chat 然后Meet 开启其他的个人化 都可以把它打开来 因为Google Meet现在越来越重要 对不对 那个预设是要打开才有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上一页 储存过了哦 这时候再来这个设定完 就点选点这个箭头 好 第二个设定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上面这个叉叉关闭 这样看 预设呢 在这地方 我们来看看录影功能 预设是打开 那串流也打开 OK吗 串流就是边开会可以 也可以做直播 预设录影打开 那这里呢 互通信 背景也打开 背景打开看起来很不错 那互通信的地方 这里 那这边呢 当你开起来的时候呢 那这边可以指定群组哦 左边不是有群组吗 也许在学生的群组 你想把什么功能关闭 你都可以指定 这边点起来是大家预设的功能 这边可以从上面来看 这个 直接可以开什么 用户上传的 录影啦 串流就是 串流就是可以在直播的地方使用 那互通信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点开启 要不要跟其他系统互通 这边一般我们在学校 大概还目前用不着 跟skype等等 那这里呢 发起视讯 这里 发起视讯跟语音通话 有些变更 他要24小时以后才能启用哦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假设说你想针对学生做更多的限制 点起学生这里 那要不要让学生视讯通话呢 如果你不想让学生去开会议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笔头的地方 把学生的功能取消 复写 好 也就是如果张傲是属于学生这个机构 以后他就不能开启会议的功能了 好 这个学校就见仁见智吧 假设说你想做让学生自己开会议室做分组讨论 也许打开也没有问题 就怕说学生那可能在视讯聊天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好呢 因为他其实不用Google Meet的 他还是有Line啊 Line也是可以通话不是吗 只不过这地方是可以Google Meet的视讯聊天 是功能比较长 那我这边就先把它开起来 假设说学生 我们跟他讲的沟通也不错 其实学生他们有手机 现在太多平台都可以做视讯沟通了 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呢 我就再把它改回来吧 学生也可以开Google Meet的 那各位上有概念吗 任何一个城市 预设进来是整理设定 你可以针对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机构 设定不同的权限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